這美國真的什麼尺寸都好大 美國真的太棒了 除了有King size的救護車 他們還有 你到那邊是不是覺得 好像回到了家 好棒的地方 真的 不管是在他們的那個 有百貨公司啊或是哪裡 那馬桶 而且他們 他們的馬桶蓋前面 都是空的 最適合我跟小楊哥 我們這種 到底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不然都會有阻礙 上廁所很不順 真的好辛苦 我真心覺得 如果某一方面 有水腫的問題 真的要去看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私人 昆仁 對 有一次我朋友 他因為他比較小 只一百五十幾公分 然後他就去那個一個女生 他就去每個那個 百貨公司上廁所 他說不誇張 他真的掉進去 會 因為真的太大 美國那個馬桶 馬桶太大了 對 因為你走在路上 你看到很多 那種 就是真的屁股 超級大的那種女生 他們又覺得屁股大很性感 是 對 那個都算小的 你知道 那個屁股超大 那個 一定要這麼大的馬桶 他才有辦法上 其實我在日本也有看過 一個很荒謬的現象 就是 最近日本的便利商店 開始用減肥這兩個字 來推銷 日本人還需要減肥喔 對 就是減肥養育片 減肥蛋糕 減肥泡麵這種 然後有一次 我在日本 去便利商店的時候 看到這個減肥蛋糕 我想說 這個 有吃過嗎 這個牌 為什麼 是我其他拍的 這個人我看了覺得好害怕 這一個牌子不是在 日本是一個很大的 瘦身公司嗎 但是然後我就 怎麼會有這種減肥蛋糕 然後就很開心地買下來 因為我是很容易變胖的 但是很想吃蛋糕嘛 後來我吃完之後 看了那個營養前分 就看到竟然有 那為什麼會叫做減肥蛋糕 對啊 就是 因為他減一半啊 跟一半的蛋糕一模一樣 但是他們還是有減肥蛋糕 我那時候我就知道 我已經吃了 八個菜葉蛋的卡路里耶 也太多了 他們還 而且他們還把這些卡路里 故意寫得很小 都不會讓我們看到 你們現在國家有沒有流行 什麼樣的減肥大法嗎 因為減肥這東西應該在 全球都很盛行吧 對 像南非現在很流行一個叫做 叫什麼 Bentine diet 它 它其實跟生酮飲食很像 可是它好像算是第一代 所以那時候的資訊就是很 滿爛的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說 你不吃糖不吃澱粉 什麼都可以吃 然後盡量去吃高脂肪高蛋白 然後就因為這種吃高脂肪的東西 很多人就是利用這個Bentine diet 它也開始亂做一些 比如說千層麵 義大利麵 然後他們都說這個是Bentine 就是你就算是生酮飲食 你也可以吃這個麵 可是它變成就是滿滿的 鮮奶油 起司 然後有一點點肉 可是就脂肪很高 然後我媽跟她的姐姐 他們兩個就是用這個Bentine diet 真的成功瘦了二十多公斤 兩個人都瘦二十多公斤 可是瘦了二十公斤 然後新加了一個膽固醇過高 對啊 對 有一好沒兩好 對啊 他們兩個就是雖然都瘦了 但是現在我阿姨比較嚴重 她還要每天打那個 就是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胰島素 對 她現在每天 她雖然瘦了 還是照打 對啊 而且現在應該心血管疾病很嚴重 對啊 最近提到一個流行酸酒學長 就是白酒雞蛋的那個減肥方法 那這個是比較急救的 你現在要再端的時間 可能是減肥的 然後早餐就是一顆那個水豬蛋 然後一杯白酒 早餐耶 早餐 太適合我啦 是不是 你喜歡嗎 早餐可以 為了瘦身可以試試看 然後那個午餐的時候 就是兩顆 兩顆那個雞蛋 然後還有那個 兩杯白酒 然後也可以配一杯黑咖啡 然後就晚餐 就是好像是什麼 好像也是 一瓶白酒 在雞殼 在雞殼有什麼雞蛋啊 然後還有什麼牛排 然後剩下的那個白酒瓶 你就可以把它喝完 你確定這是減肥的菜單 還是酒鬼的菜單 這是真的啊 你就可以上網去查這個東西啊 這樣蛋會不會吃太多 也會膽固醇過高啊 你重點怎麼會放在蛋裡啊 這也是白酒啊 就是 酒也OK的那一種 而且白酒的熱量很高耶 對 然後因為你知道 那女生的人都喜歡喝酒嘛 紅酒白酒又很便宜啊 然後所以那些酒鬼 就是覺得說 誰要有理由喝酒的話 這個減肥方法就還不錯 我就一天就 可以趕你一瓶那個白酒啊 你有試過嗎 我沒有試過 因為我不喜歡喝白酒啦 那聽起來就很噁心 但是我在英國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大家很喜歡喝啤酒 所以在英國有 啤酒減肥方法 因為這是真的 這個不錯哦 因為他們說這個啤酒裡面有小木 然後這個小木幫你減肥 然後我朋友真的做 因為他很愛喝啤酒 然後他也胖了 然後他叫說你要減肥 所以他說他沒辦法放棄喝啤酒 所以他就做這個啤酒減肥方法 那怎麼做 就喝啤酒而已啊 什麼都不吃 每天喝啤酒什麼都不吃 就喝啤酒跟水 因為如果你喝啤酒 你一直想尿尿 然後你的身體裡面就睡不夠 所以你就喝啤酒跟水 所以哪個我認識的英國人 他這樣減肥二十天 然後他二十天減肥十五公斤 蛤 可是人家不是說 那是脫水吧 啤酒度 不是胃會 沒有 還好啊 因為他有什麼食物啊 是因為每天宿醉 然後都沒有胃口 可是你喝啤酒就是對肝會有 可是瘦了以後 結果痛風會不會就出來了 因為他瘦了爺爺 因為他們說比較OK 而且酒喝多了 會覺得很餓耶 對啊 會很餓啦 因為我也失舍了 我也失舍了 可是我自己減肥五天 你知道你開始喝啤酒的時候 其實還可以啊 你覺得飽 但是我第四天已經受不了 然後第五天我開始想吐 因為你自己喝啤酒 然後已經不行 然後你吃也不想吃 喝也不想喝 然後就喝水 所以我受不了 但是我聽說在美國一個人 這個從美國開始了 在美國在歐哈亞 這個人減肥四十六天 四十六天只喝啤酒 然後 減肥二十多公斤 這真的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只是在探討全球 就是現在目前流行的減肥方式 但不代表它是正常對的 對 因為你這樣聽起來 對身體就是有負擔 像我是聽過有個叫 非常厲害 怎樣說 他就跟我 他會跟你講說 你看獅子 他是不是吃了一隻斑馬以後 他是不是就趴在那邊不動 對 對不對 他就吃了一隻斑馬 他趴在那邊不動 可是他也三天不吃東西 表示說他一次吃很多 然後 那你就是慢慢的 自己會消耗你的熱量 但你的身體習慣了之後 你就不用再吃這麼多了 你慢慢的讓你胃口小下來 那我一開始聽了 我就覺得 我那天就沒有 我沒有吃斑馬 但是我就 因為上禮拜我就去紐約 那只去幾天而已 我就想說 那就 因為那個時差條是很麻煩 一到 那我到底 現在吃早餐還是吃晚餐 我不知道 我想說好 那我就來實施獅子減肥法 所以你就吃路上的斑馬 沒有 我就去 我就去街角 我就真的吃了那個 牛排的早餐 steak and egg 然後那個蛋 我還加特別炒起司 然後三個蛋 然後完了以後又有一份那個 pancake 然後pancake完了以後 還有很多那個馬鈴薯 還有很多的那個培根 我想說 吃完這樣子 總會飽了吧 我可以趴著了 我是獅子 我很開心 一邊走路回家 又走回飯店 一邊講 我是獅子 我就趴下來睡覺 因為那個時差來了 我趴下來睡覺 結果我還沒有瘦 我就 真的先餵食道逆流了 我就吐了 肯定的 你現在這樣立刻趴下來睡 所以我要揪出來 到底是誰 發明獅子減肥法 不一定啊 因為 可能獅子也有餵食道逆流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對 每個禮拜有一個新的 減肥方法 真的 真的有超多的 比如說你看五年前 有什麼流行的 說不定下個禮拜有新的 真的 世界上超多 無聊沒用的減肥法 都是美國來的 對 會怪美國 真的沒關係 是 在日本很流行的一個 減肥方法 就是叫做 一日一餐 就是透過破壞 一定要吃餐餐的概念 來讓你快速地減肥 我以前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我已經胖到不行 快有一百公斤 那時候 有一個喜歡的女生 然後跟大告白說 我喜歡你 她就說 我想要跟怪物交往 後來真的讓我得到那個 心理創傷 太傷人 因為我想過 不是因為肥胖的關係 喂 那時候我搶不到其他的理由 真的 對 後來我就開始想辦法減肥 然後搶到這個一日一餐 然後 一日一餐 那你吃哪一餐 一天幾年吃一餐 就是都可以的 但是分量不要太多 還有 如果是 就可以吃蘋果 我 一開始一直在蘋果 我覺得 好餓 很辛苦 但是後來 我覺得 我的皮膚越變好了 而且 越來越穿 哦 對 開始產生幻覺 對 我都太餓了 你二婚了 我現在就是二婚了 對 二婚了 已經到錢下去到 瘦了 二十公斤 所以我覺得 可以參考這個監製方法 都不可以吃 然後就努力健身就好 對啊 對啊 因為我 懶惰嘛 對不對 等一下 其實 美國的 那個叫什麼科學家 他們做了研究 就是用這樣的吃法 其實他對身體有好的 很多的幫助 就是譬如說 你有那個高血量 膽固醇 很高 或者你的血糖很高 他可以治療糖尿病 這個是真的研究過的 你說一天吃一餐嗎 對 因為 因為你的 新陳代謝 對 就是那個 新陳代謝 你的身體會自己調好 因為他知道只有一個 一餐 所以你身體都會 都會調好 所以你的身體就會 慢慢地變好 那我獅子減肥法算一日一餐嗎 獅子減肥法算 這是失敗的一餐 對 幾次回去的結 跟我講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表結 在伊達克 然後因為 他胖了 所以他想 就是減肥 他就造了一個很奇怪的方法 就是吃 麵花糖 就是那一顆 對 麵花糖 那一顆 然後他會加水 在上面 然後吃掉 吃了幾顆之後 因為麵花糖就是很 通脹 很難會除 就是除蹄丸 它會就是留在你的胃 然後會碰在那邊 所以會比較變成大顆 那你就感覺 不餓 飽了 那他可以在吐司灌牛奶就好啦 但是這個 因為麵花糖沒有卡羅利啊 所以就算是零卡羅利 麵花糖哪來的沒有卡羅利 麵花糖 就是糖 不是那個糖 就是麵花 麵花 真的是麵花 就是麵花 就是麵花 麵花可以吃 對 卡羅利 就是卡羅利 就是一顆一顆 生的還沒透過那種加化學的 就是從書拿出來的 然後他 剛種好的棉花 對 吃掉它 然後喝水 沒有 加水 先加水 那是可以吃的嗎 再吃 然後他可能就會膨脹 他就會膨脹在你的胃裡面 然後你就感覺 飽了 你就飽了 就是問題是 他真的有守下來 大概一個禮拜 守了好 三點多公斤 但是問題最後是 他 就是那個 在裡面就會 排不出 塞住了 就排不出 所以他要住院 然後等瘦術才拿出來 更嚴重的是 他第二天早上起來 開始吐絲 你到底 看了多少集蜘蛛人 你說 美食當前 真的很難抵擋那個誘惑 對 但是要吃得健康才安心 真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關注雞翔 下次見 拜拜